国民党籍立委傅昆奇 他则是在大批支持民众的陪伴之下 今天前往选委会参选登记 傅昆奇在大批支持者陪同下 前往花莲选委会正式登记参选 花莲现场 面对年底的花莲选战 国民党一波三折 面对党内已经提名杜丽华代表参选 立委傅昆奇表示 为了尊重主流民意 决定违纪参选 背水一战也要参选到底 支持民众举旗大声喊口号 由于没有事先申请集会 警方不仅派人搜证 而且还一度举牌警告 希望民众立即解散 规模很大 我们希望就是说 不要再继续发表这样的一个 我们指引的是前两场 我想没有同样的比照的方式 刚说的话规模很小 就是我们比照以前的惯例他们来 那你的意思是说 你说你认定的人 你们认定前两场是无关是吗 没有啦 他是有特别针对你 没有没有没有 没关系啦 花莲选情 国民党内讧 不仅选情紧绷 就连登记参选 都显得建章努拔 让警方绷紧神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